大家好 我是天狼 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们遇到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牵插苗 我们过了夏天发现 我一个夏天都过了 我这个苗刚入秋刚刚恢复的时候 长得很好 苗子很粗壮 叶片很多 郁郁冲冲的 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病害 但是就是我们把它拖了盆发现 没有什么根 我们原本期待这种爆棚的根系都哪里去了 不见了 但是这种情况 似乎又只出现在千叉苗 那么我们同样一个地块里面的 同样一个区域里面的 嫁接苗就是另外一份迹象 那我再看一下这个是嫁接苗 你看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为什么粉差会这么大 那么在这里提到一下 首先这两个苗是不是都是健康的苗 答案是的 两个苗够不够粗壮就粗壮 那么千叉苗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 就是我们作物的根系 尤其月季 对于35度以上的高温的忍受能力 是比较弱的 当它遇到逆境的时候 它的毛细根就会死亡 然后把里面的养分回收到形成几个 比较粗一点的 这种褐色一点的主根 虽然这个主根只有牙签出息 但它是一种储藏营养的一个作用 等到天凉了之后 上面叶子长出来 它再重新释放出来 重新长新根再重新盘 这就是为什么夏天大家的苗根系普遍不好的原因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由于我们的月季根系没有强威的根系强大 那么强威由于它是野性十足 尤其我们用的枕木这种野强威 它又更加发达 它适合适应这种恶劣的高温环境 那么它的夏天的根系就非常发达 其实不光夏天 深秋也是一样 我们到秋天我们会发现 我们这个月季千叉苗 入冬前 溪根也会死掉 就像几个主根 其实原理是一样 夏天是它被破的 秋天也是因为气候太冷了 它也被破的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那么如果遇到架节苗 像这种苗 到冬天这个根也是这个样 同样根不一样 它不需要说等天凉了我再发行 因为原本的根系的吸收能力就在 所以说它入秋之后 架节苗的恢复速度会非常非常快 而它长速会更猛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入冬了之后 千叉苗老早就不长了 架节苗还能继续长一个时间 它叫探青 所以说这就是架节苗跟千叉苗的区别 那这个区别主要是 它们根系品种的不一样 蔷薇皮是 我们月季跟蔷薇比弱一些 原理就这样 但是都是泡苗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在这里我们不做评价 只是拿客观的事实来说这个事情 那么今天到这里感谢观看 下次再来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